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 我是這邊的銷售 留驗一下也可以叫我Yoyo 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 有美的自業和王朝地產共同打造 赤資300個億 打造的6800萬元的一個旅遊小鎮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盤 大門口之後 我們右手邊會有一個學校 北大盤雲的一個校區 這個就是由幼兒園到高中的一個 去年就已經開了小學 我們可以看看這邊就是我們的校區那邊 學校後面就是我們現在四期賣的別墅 現在的別墅是偏向東南亞的風格 稍後會回到裏面 幫你們介紹一下別墅的產品 我們現在來到美的路湖燃燒中心這個位置 現在我就帶大家進去看看我們的沙盤 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美的路湖這個盤 我們一個十五項一個旅遊配套的一個大盤 所有的配套 以及我們現在正在賣的一些圍形圖 這邊跟著我過來 我們現在來到沙盤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目前就站在這個位置 奧勒西小鎮 這邊就是我們入門口的位置 現在位於佛山市公明區 陽和鎮的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的位置 後面就是佛山市級的一個景區做武山 我們位於他們一個龍頭的一個位置 這邊去到交通會比較方便的 去到佛山、南海、廣州、深圳、東莞這些片區 都是兩到三個小時的一個車程 這邊的話會有三條的高速 有佛山、一環、有地鐵、有機場和有船運 首先就是三條高速 第一條是廣命高速 去到佛山、廣州這些片區 還有一條就是廣州的妖城高速 去到深圳、東莞這些片區 珠山的環線高速 去到韶慶、江門、中山、澳門這些片區 佛山一環的話 就會有佛山一環的西燕線和南燕線 這兩條線的話 預計今年年底都會通 到時候佛山的業主過來的片區 就時間更加熟斷了 就會更加近了 有地鐵也會通過 地鐵的話 就是廣佛2號線的西燕線 目前是南莊到西朝這一段 到時候就會通過公明和西安和機場的位置 機場的話 就離我們大概28公里左右的一個車程 這個機場的話 就是珠山角樞樓機場 和廣州的白雲機場 和上海的浦東機場是同一個級別的 預計就是每年的客流量去到3千到5千萬人次 4F的一個機場 也是會比較大熱的機場 所以以後回到這邊 去出國各方面都會比較近的一個距離 還有一條就是一個船運 船運就高明港去到香港的中港城碼頭 這條船運都是已經運行當中的 每天大概都有兩班船的運行 我們園區裏面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車的接駁 園區現在目前都會有車 以後我們會去到東莞、深圳和廣州這些片區 都會有直通的巴士去到的 這條就是高明大道來的 往這邊的一個西方向 就是去到庚合明城的方向 亦都是我們機場的一個方向來的 這條就是一個陽西大道 陽西大道往南向 就是這個珠山的一個環線高速來的 往這一邊的北向 就是去到我們的廣明高速這個位置 亦都去廣州、佛山的片區 現在就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項目 入門口開始計 我們整個項目是6,800畝 中間有3,800畝 在最後一個居住片區 就以別墅為主 這邊有2,000畝一個旅遊的片區 這邊就有一千畝的一個水圍 藍色這些片區 藍色這些水圍 就基本上是天然的 是原生態的水圍 我們整個項目會有15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首先第一個旅遊配套 就是我們的學校 入門口的左手邊 就是北戴的一個配門學校 它就是以右軟度高中的一個師資 去年就開了小學 然後第二個配套就是我們這邊的探索 旺角中的一個機動遊戲場所 機動遊戲場所 作為一個小朋友玩的機動遊戲 比如滑雪梯和旋轉木馬 這些全部的功能都會在這邊 很多學校組織過來春遊 秋遊都會在這個位置 第三點就是我們這個刊雪場 華南地區最大的一個刊雪場的位置 也有很多學校過來這邊去學習 去學滑雪和過來這邊比賽 第四個就是我們這邊的水世界 水世界就好像長老的水世界一樣 雖然沒有這麼大的規模 但是它裏面的所有設施都有 而且我們在今年的6月份 開始經營這個營業 基本上每天的一個客流量 都是有幾千人以上的進來遊玩的 我們也會有時候送些票給業主去遊玩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第五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第五項就是茶場 六十多年歷史的一個對村茶場 現在正在種茶葉在這邊 作為業主的話 都可以自己去這邊租一塊地自己去種茶葉 可以體驗一下我們的農家生活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第六項我們的水鄉小鎮 水鄉小鎮的話就建成類似 寒州、蘇州這些風格的小鎮 目前是建設當中的 預計我們明年才會開放的了 這邊就有一個高層已經賣光了 高層前邊我們第七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就是花海來的 奧麗斯莊園 這個位置就是以攝影為主的 影分紗照、影規物照 全部都會在這邊 我們每一年會種不同季節的花 還有一些設施 比如說教堂、大風車這些設施在這裡 供一些遊客 還有專門影分紗照的新人過來這邊拍照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舉辦一些燈光節 我們已經舉辦了 還有第八個項目就是我們的射擊場 打真槍實彈的一個位置 這個不是CS 這個是我們的真槍實彈 第九個項目就是溫泉 溫泉是46個字的泰式溫泉 很多遊客包括我們自己業主 進去浸沿溫泉的評價是非常之高的 這邊就是我們目前站在這個位置 安勒溪小鎮 這是我們第十行的一個旅遊配套 這個就是建成法國風格的一個小鎮 這邊就是以法國安勒溪小鎮 這個後邊是環山和前邊環水的一個設計理念 我們是照這種理念來建的 所以比較特色的一個風格 安勒溪小鎮裏面 有很多這些飲食、餐飲和商業街在這裡 包括我們的燃銷中心也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十一項的高爾夫 高爾夫球場就是十八棟 七十二桿的銀海高爾夫球場 這個也是國際性一個標準的高爾夫球場 很多名流都會過來這邊打球 我們很多比賽都會在這邊舉行的 然後第十二項的旅遊配套就是汽車營地 汽車營地是玩越野車基地 這邊有兩條翠道 一條是比較專業的 一條是非專業的 業主或者朋友都可以自己開車過來這邊去玩越野車 我們也會有專業的車提供給遊客去這邊玩的 那之前的歐蘭德 三零歐蘭德的車 給一個新車發佈會都是在這邊舉行的 第十三項的話就是我們的房車和墨屋 墨屋的話都是沿著我們湖邊而起 所有的墨屋都是沒有降水泥的 所以的話就全木製住得特別的舒服 還有裏面就有些房車的 房車的話也都是裏面有些整個項目 作為我們一個配套 有很多遊客對這邊的評價也會比較高的 那這邊就是這個平滑艇 平滑艇的話就是屬於我們第十四項一個旅遊配套 平滑艇的話我們有些團隊過來這邊做拓展的話 可以過來這邊玩這個水上的一個活動 最後就是我們第十五項一個旅遊配套 就是這個中心的白鹿島 白鹿島島上就是上年都有白鹿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隨時去到都可以看到很多白鹿 不過最好的觀路時間就是早上的7點和晚上的7點 白鹿的對於整個項目的一個配套旅遊 因為白鹿對於環境和水質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說它可以在這邊居住 證明到這邊的環境和空氣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整個項目來講 目前這邊是第一期的別墅已經是賣光 這邊第三期的別墅也是賣光 現在目前賣的是一天門口左手邊的東南亞風格這些別墅 增收送花園送車位的配置 還有送空調 全屋的中央空調 待會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四期的一個裡面的一個版房 然後還有五期我們也是已經賣的 五期的風格就偏向於現代化的風格 最小賣的是一千四百三十尺 以及一千六百五十尺 以及二千六百七十三尺 以及二千八百九十三尺 四隻互形的 這邊的風格也是帶上裝修 送上花園 送上全屋的中央空調 五期就位於我們整個項目的中心位置 然後六期的別墅這邊是我們六期的樣房 六期一區的話已經賣光了 現在賣六期二區的樣房 樣房的話有三個壺形 一個是八百四十七尺不向的兩房的壺形 一千零一十二尺九十二房的三房的壺形 和一個一千二百六十五尺一百一十五方的 一個南北對流的壺形 我們移到我們細沙盤這邊 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壺形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邊 我們正在賣六期的一個洋房的位置 這邊是六期一區已經賣光 這邊是六期二區正在賣的 這邊是六期三區 六期三區那邊主要是以商業的 例如超市買菜的一個地區 目前賣的就是六期二區這邊 六期二區這邊是獨立的一個小區 這個就是我們入門口的先級入門口的位置 這邊就是下地下停車場的 園區裏面有支持我跑道 和小朋友玩一些羽毛球、乒乓球 和小朋友玩這些活動的區域都在樓下的 總共六期二區就是會有五棟的 每一棟的話就是二十六層 總共是二十六層的 好像這兩間的話就是七十七方 這兩間指的這兩間是七十七方 是在我們北向的 這兩邊的兩間就是一百一十五方 在兩邊這個壺形就是性價比最高的了 去南北對流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裏的主任房和一個餐廳 客廳都是向南向的 前面兩間就是九十二方 九十二方的話就是等於我們一千零一十二尺 這個就是南向的 朝向是最靚的一個位置 這個高的一個樓層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湖景 這邊是百樂湖這邊的景色 前邊的話是我們的別墅區 前邊的別墅 最後邊的話是我們的衣服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被衣服包圍著 所以我們的高層的話 所有都不會被遮擋 前後都沒有遮擋 這個景觀最漂亮的 最好的一個位置 它的均價大概去到八千六到九千二左右的價值 一百一十五方的話 就是一千二百六十五尺的這個匯形 它就是性格比最高 是南北對樓這些匯形 後邊兩間是房 前邊一間房是三房的一個設計 這個也是橫廳的設計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看 看看我們的板房 這個兩間就是七十七方 也是八百四十七尺的一個匯形 這個望出來的一個景色 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越高的話可以看到景色越漂亮 因為我們後面都是沒有遮擋的一個區域 這邊總共就有五棟 目前正在賣的話 一百一十五方是十棟的 這個位置是會多的 七十七方就是十一和十二棟的主 基本上我們九棟和十棟就沒有什麼貨 所以如果各位想盡快買到我們的樓層 就盡快落實了 接下來就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七十七方八百四十七尺的 一個兩房兩廳一壞的一個匯形 總價才六十五萬起步 這邊的就是我們沒有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廚房 這個廚房已經有一個牆和一個門位置身 好像我們現在的交流標準 包括這個擦油煙機、造頭和一些櫃都已經包在 而且這邊有一個窗口對吹的景觀是沒有遮擋的景觀 所以你在煮飯的空間中也可以享受到我們戶外的一個山景和風景 現在我們板房打通了一個長桌 做一個開放式的餐廳和廚房 所以空間是非常之大 這邊就是可以放在我們一個餐桌和梳化的 右手邊這邊就是可以放在一個鞋櫃 好像我們目前的一個設計 也可以收納我們很多的雜物 還有一些衣服、褲、所有的雜物之內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來到我們的客廳 在客廳的話這邊的位置是我們的一個梳化的位置 這邊就是電視櫃的一個方位 這些也都是比較方方正的一個弧形 客廳對出去就是我們的一個讓桌 讓桌這邊我們看出去的這個景是沒有遮擋的景色 所以空間會比較開闊一些 這邊也預留了我們一個放洗衣機的一個位置 包括這些水龍頭的位置和擦座的位置都已經有保留 而且我們這個陽台的闊度也會比較闊 你可以坐椅子在這裡喝茶也會比較舒服的了 包括我們這個七十七方的話 包括我們現在上邊看到的一個空調也是贈送的了 以及我們的空調旁邊會有一個攝像頭 攝像頭的話我們作為美的的五個智林系統 都是送給我們業主的了 包括這邊就會有一個智林化的一個非法進入的一個報警器 都是連在一起送給業主的 這個天花的吊頂都已經是吊好的了 所以其實這些護形就業主 其實賣家私家庭就可以入住 會比較簡單些 來到這邊就是我們的主岸 主岸的方向就是北向的 這個房間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可以在我們的飄窗的位置可以做一個櫃 放下我們的雜物之類的 這邊還可以放一個很大的一個衣櫃 還有一個放不到一米半到一米八的床都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房間的這個空調也是盡送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齒我 這個做BB房是最好的了 我們現在設計到就是一個BB的一個床和櫃 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做賣的儲物的空間 這些小朋友也會比較喜歡的寵物的位置都會放在這裡 而且這樣做這個床的話 這個位置給到小朋友活動的空間也會比較大 我們到時候長交給業主的話也是白牆來的 這個是公圍來的 公圍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儲物櫃 我們也是會有 以及包到這個洗手盆 這裡設計會比較人性化 有一個棟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洗浴的地方 這個窗打出去的話 我們也是沒有遮擋的 這個出去的話 那個景觀也會比較開闊的 包括我們上邊點點這個位置 是會有一個暖風系統的 都是配送給業主的 包括這些花灑 這個就是我們92方的一個交流標準來的 你們可以看看我們這個門 是非常十正的一個門 就是降側的入壺門 進來之後 我們在這個牆上會顯示兩個 這個就是我們可視的屁幕 你在樓下按門鈴我們這裡可以顯示 這個就是我們5M自林系統的一個開關 空調我們每間房都是有一部 包括客廳有部 如果三房的話我們就送三部 如果兩房的話我們送兩部 這個攝像頭的話 是可以觀察到我們聽的一個寸境 如果你不在家 或者有寶寶幫你在家看住房子的話 你就可以在視頻裡看到我們家的一個狀況 這裡出來的話就是這個露台 露台這邊望出去的景色 九十二房是最美的 因為這個就是前後都沒有遮擋的一個視覺 九十二房是南向 而且看著我們安納熙小鎮這個位置 所以朝向非常之美 而且我們所有的陽光來說 都是沒有遮擋的一個片區 這邊呢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不在的智林系統 即是非法進入的話 會有的報警器 包括這個深風系統 如果你們沒有人在家的話 打開這個深風系統的話 可以通風 這樣家裡就不會有一層露霧的了 這邊就是我們放電視機的一個位置 來到這邊就和我們一個比較細節的就是一個夜光燈 平時如果是晚上的話就有燈就比較方便 這邊就是九十二方的主人房 可以做一個衣帽間 這邊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也是會有一個空調送給業主 包括這一條就是我們一個自動的軌道 軌道的話我們已經送給你 只要業主加上窗簾就可以了 其實飄窗的話是陣送的一個位置 飄窗其實我們這個角度的高度是剛剛好 如果我們加上店坐下去是比較舒服 這個位置如果你們自己把床的位置高度放在一起 就可以利用這個飄窗 所以利用到的話 你的房間就會非常之大 超大 這邊就作為我們一個房間 做一個衣帽間 是整個櫃在這裡 我們的衣服放在這裡 這邊的位置就是廁所 廁所這邊我們見到的 包括洗手盤這些櫃 以及馬桶這些 所有都是我們交流標準 包括這個就是我們編花頂的暖風系統 都是有陣送賣給業主的 這邊就會有另一間房 這個是BB房 小朋友房 現在看下去 因為我們是異地板房 所以會暗一些 但是實地的話 這個方向是向著東向 或者向著西向的 所以採光是非常漂亮 是不會暗的 這個位置 這個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這邊我們公共的洗手盤 這邊的話也會乾室分開 洗手盤和廁所的位置分開來 就方便我們平時 如果多人的話 多家人的話 就洗手盤這方面 分區 大家方便些 會不會集中在一起 這個位置 還有我們的 這個是做一個書房 這個書房的話 亦是光曼匯度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的窗是比較大的 所以光線吹進來 望進來的話 這個光線是非常之好 在這裡擺桌子 或者在小朋友的餘糧空間 在這個位置 也會非常之好 比較舒暢些 舒適 這個就是廚房的位置 廚房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門也是有的 這個門會有好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軌道在上面 所以的話 平時我們如果打掃衛生的時候 底下就不會說 會有衛樓這些垃圾 或清不到 所以這個是會方便很多的 進來之後 我們是會有個冰箱位 這個冰箱位也會比較大 可以放箱門也是沒問題的 包括這些櫃的話 我們都已經有了 這個位置你們拆了 可以放些 例如說 電飯煲 或者燒烤爐 這些抽油煙機 和這個都是我們美的 都是贈送備主的 包括上面的櫃 我們都已經幫你們做好了 這個位置 洗手盆 對出這個窗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光亮 因為這邊對出是沒有東西的 即是一線的三景和戶景 都是很美的景觀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個熱水器 我們洗澡那邊 還有我們這邊要熱水的一個位置 我們115方的一個移立板房 這個就是1265呎 總價是90萬到100萬的一個總價 總共會有三房 這個就是入湖花園 就是一半的面積 進來這邊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圓關 圓關這個位置就是沒有這個櫃 所以要醃著自己去裝這個櫃 進來這邊是橫廳的一個設計 三房兩廳兩位 南北對流的這個護形 也是性格比最高的一個護形 好像我們這個廳和餐廳是連在一起的 我們餐廳的位置也是會有一個窗 那個窗也是彩光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算是住一樓的話 它的彩光也是非常漂亮 進來這邊就是我們的櫃房 櫃房也是U字形的一個設計 所以也會比較適合我們中國人的一個煮飯的一個習慣 這邊包括抽油煙機這些做頭這些 都是贈送給業主的 這裡也是可以放一個霜門的冰箱 當然搬得動的傢伙家庭是沒有的 中間這邊的門也是會有一個推拉門 同樣的我們的軌道在上面的位置 所以底下做業主去打掃維生就會比較方便 沒有那麼多邋遢的東西在這裡 這隻戶型的話 我們也是每間房都會有一部空調 包括客廳的空調就是貴式的 這邊就是本景場 本景場上我們也會有一個攝像頭 都是看著我們整間屋的攝像頭 這些都是送給業主的 這裡出去的話就是我們這個爐台來的 這個露台看出去的一個景色就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這邊是前後都是沒有遮擋的一個視野 前邊的話就看著我們的安那熙這邊小鎮這邊的方向 後面的話就是看著我們的一個公明大道的方向 我們在這個陽台這個位置就可以看到兩邊的景色 也是通風對流最漂亮的一個會形 包括這裡我們可以在這個陽台這個位置可以做這些櫃 放在我們的洗耳機 這邊就是我們看看我們的主人房這個位置 主人房也會比較大的 整個面積就橫著我們這個廳 你也可以看到這邊可以做一個衣櫃 有一個飄窗就是整幅過地的牆都是一個飄窗 所以這個位置就算再放東西的話 坐在這裡喝茶也是會比較舒適的一個位置 而且高度就剛剛好 不會特別高 所以我們坐在這兒書房 包括我們現在主人房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就是會贈送業主有一個自動窗簾的一個開關 是給到業主的 這個窗簾是需要業主自己去裝 但是這個軌道的話我們已經是贈送給業主的了 包括這些拆製的地方 你們都會比較的人性化 都是有USB接口的 空調的位置我們都是裝在頂頂的位置 這邊可以做一個衣櫃間 如果衣櫃間進來的話 這就是我們主人房的一個廁所來的 主人房廁所也是會比較大的 它也是乾室分開來的 包括它這個洗手盤和上面的櫃這些 都是有進送業主的 來到這邊就是我們另一間房 另一間房就是小行有房 這個房也是因為可以利用一下我們飄車的位置 去做鋪床或者坐在這裡喝茶 這個位置這間房也會比較大 而且包括我們的空調 這間房也是送給業主的了 我們還有一間房就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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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就是小朋友房 這邊就是會有公位 這個公共衛生間 這邊就是一個小朋友房 空間也會比較大 可以放在我們這個櫃 也可以放在我們小朋友的梳妝 讀書桌子 包括這張床都可以有夠位置 地板磚我們也會用這段瓷磚去做一個交錶 這邊就會比較方便去打理 我們現在來到五期的別墅 湖三露明的一個別墅區 裡面會有四個戶型 一個是130方的 150方、240方和260方的戶型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板房 現在我們看到五期的板房 板房是雙平的別墅 左邊是8三方 右邊是150方 這邊平是一幅牆 兩邊都是有車位 我們每間房的左邊或右邊都是有的車位 這個是我們的車位 前邊的花園就是幫你們裝修好的 你們到時候就打理自己的後花園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150方的三層半的一個面積 就是1650呎 總價就去到248萬起步 這個就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的話採用都是全落地窗的一個設計 所以的話採光線是比較光猛的這個位置 上面就是我們的中央空調 中央空調的話 我們現在整間屋都是贈送的 後邊就是我們的喉花園 喉花園的話就是草皮交流 是不對中心 業主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搭棚 或者畫幻池 或者做那些所有的不是見實體的東西都可以 或者種樹、種花、種菜都可以的 這邊來到我們的一個餐廳的位置 餐廳的話也是會有一個門 是隔開我們的餐廳 還有除房的一個位置 餐廳的話就跟我們的除房連在一起的 抽油煙機、灶頭等 這些全部都是贈送的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頂頂有的中央空調 這個中央空調的話 全屋都是贈送的 包括廳、房、廚房 這邊下去就是一個下沉式的廁所 這個廁所的話就是為了我們有些人比較高 所以利用一個樓梯的空間去做一個下沉式的廁所 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去做一個儲物的空間 例如我們的掃把或者拖把都可以放在那個位置 還有一個洗手間、洗衣機之類都可以放 我們在樓梯中間會有一個窗 這個窗望出去的景色會比較漂亮 第二因為有一個窗 所以你們的光線是非常光亮的 在樓梯走上下落的話 也不用擔心它比較暗的光線 而樓的話就會有兩間房間 而樓這個房間就是南北對樓的房間 主要房間 這邊也是採樣全落地窗 所以採光會非常光亮 南北對樓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樓台 主要房間是有樓台的 中間就會有一個宮圍 宮圍這裡的話就包括我們的鏡子 還有洗手盆 還有衛浴屋方面 全部都是有陪賣給業主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小朋友房 小朋友房也會比較大 我們這個設計就是做到一個上下鋪 這個就是方便我們小朋友放下一些東西 還有底下的空間可以放下衣服 中間還余留了很大的位置 給小朋友去玩他們的玩具 我們上到三樓 三樓的話就是一個主人房 一個套房來的 為了我們表達我們主人的一個尊貴性 我們會在這個方數的基礎上 上面整個多間房 作為業主主人房一個獨享的一個空間 這個房也都是南北對樓的這個戶型 這間房也是對出去會有的樓台 樓台這裡出去的話 都是看到我們的花園這個位置 左手邊這邊就是會有一個正數棉色的一個樓台 你們可以做一個細心 或者放一些儲物的地方都可以的 這裡就來到我們主人房最尊貴的一個位置 最私人的一個空間 這間房可以作為一個書房 瑜伽室或者棋牌室 飲茶看書都可以的 如果累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出到我們外面的陽台 當然我們這間房的話 亦都是配送了我們美的的一個空調在這裡 一出來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樓台 樓台也是正宋的 在我們這個樓台那裡 就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三景 還有我們這邊別墅的一個區域 看到我們的別墅區 我們的旅遊區 包括我們的陽房區域 這個就是130方 即是1430呎的 總價是到236萬元 這個交流標準的一個格局 可以看到這間廳會比較大的 這邊地板磚也鋪好 天花也都好 包括我們上面的樓的一個中央空調 都是幫業主安裝好 這個也會有一個推拉門 把我們的客廳和廚房間開了 包括這個美的的抽油煙機 還有美的的一個煤氣爐 這些櫃全部都已經有贈送給業主 花圆的話 我們贈送的話 是這樣的 是草皮交給業主 要知道業主如何發揮去做 就看業主自己 可以畫圓池 可以搭棚 可以種樹 種花都可以 這邊是我們265和245的一個別墅的一個人板房 中間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拼的就是拼一個很小的一個位置 這兩邊其實是一個廁所的一個位置 這邊看下去的這個位置就是 浸送的一個車位 每壺是有一個車位是浸送給業主的 在這個位置 前邊的這些綠髮的話 我們是會有幫業主整好 幫業主去打理這個片區 這隻二百多方的話 我們是有一個階梯上來的 有些感覺好像是皇帝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是二百多方才會有這樣 這邊是會有去到 這個就是二百六十三方的 即是2893呎面積的一個弧形 這個就是四層半的 又底下一層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大概的總價 就去到四百六十萬起步 包括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船屋的中央空調 每間房包括廳 包括我們的廚房都是贈送的 業主的話 基本上可以自己買家具家電 就可以入住了 這個可以作為我們的朋友過來 一個會客廳 或者自己平時住在家 看電視的一個廳 正常的一個居住的廳 這個廳的話 也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所以採缸也比較好 我們這邊這些戶型 全部都是南北對樓 沒有切迷 都是南北對樓的一個戶型 過來這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的話就是 這個位置可以放在我們的冰箱位 這邊就是一個廚房的位置 廚房我們現在設計的話 都是會有一個樓台在外面 這個樓台設計的一個想法就是 給到業主更加的一個開放的一個空間在這邊 我們在煮飯之餘或者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我們外面的一個景觀 下邊的下層 下邊層是我們的出花園 是去到回客廳的那個層 帶大家看看 下到最底下這一層的話 我們是會有一間房的 這個可以做一個長輩房 這間房一出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超大的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 這個花園的話 這麼大的業主 看你們自己怎樣發揮都可以 就像我們現在板房一樣 整個超大的一個泳池 帶個朋友過來 可以在外面喝茶 門口的話 整個搖搖車 這樣也可以 這邊就會有一個公共的衛生間 這個位置 我們在樓梯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儲物的空間 譬如我們的茶葉或者酒 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也不會佔用我們其他地方 這個廳我們就做一個回客廳 也可以做一個飲音室 大家朋友過來這邊的話 也不用吵 吵到上邊的人 分區比較明顯 那麼我們這個位置 也會有一個彩光井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層 就算是底下一層的話 它這個彩光是非常之美 日頭是不需要打燈的話 它也是很光亮的 這個是我們的彩光井 這裡就是去到我們的超大的一個花園 我們說有二百多方的花園 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花園 花園的話也是草皮交流 看業主的想法發揮去做我們的一個設計 可以搭棚可以畫泳池可以種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的 只要不見實體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對出去 花園對出去的話就是一條河 一條河的話就是我們自己畫的淚河 我們中國人也有說以水為財 所以大護形也是 前邊是靠水 我們的後花園也是蒙出去去水 然後後邊是靠山 後邊有靠山 以水為財 這個護形是住得非常舒服的 特別一些我們做生意的朋友 買這些護形是由黃財 但是總共會有四層半 剛才那一層就是我們底下那一層 這裡是回到我們入戶那一層 我們現在去三樓 三樓的話就是我們的房間 三樓會有兩間房間 都是套房來的 而且有移務間 每間房也會有一個露台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樓梯間 都是有一個窗口 所以望出去的景也會比較漂亮 還有彩光也會比較漂亮 進來這邊三樓 這個是做一個小朋友女生房 這個房間的話 我們首先會有一個衣帽間 再去到一個廁所 這邊就是小朋友房的一個主床的位置 也是傳落地窗來的 所以彩光會比較漂亮 還有這邊也會有一個爐台的位置 這個爐台的闊度也會比較闊 也會比較長和闊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放一些花花 或者種植物 也是非常之美 也可以在這裏做一張桌子 然後去到旁邊就是我們的男生房 來的 男生房也會有一個 也是套房來的 這間房 而且也是我們一個 有一個飄窗的爐台的位置 這個爐台的話 這個爐台就比較闊 我們這個房 如果是對出一個爐台的話 就會住得比較舒服 空間也會比較大 這邊最想去的話 就是四樓 四樓就做了我們這個 這個業主主人房的一個位置 主人房其實也有一個業務間 還有一個廁所 然後有我們的一個主我的位置 房床 還有我們這邊的梳妝桌 這個位置都是全裸地窗來的 這些戶型因為全部都是藍不對樓 所以的話 風是非常之大 住得也會比較舒服 包括我們的爐台 看出去的景色 也會比較遠一點 這個戶型的話 作為一個主人房的一個配置的話 我們會做多一個場邊的一個爐台和一間房 還有我們的主人房的一個標誌性的東西 其實是尊貴的一個位置 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書房 或者朋友來可以做一個棋牌室 或者可以做一個茶室也可以 看出去之後 我們也是會有一個超大的一個爐台震送 這邊看出去的景色 也是看著我們的衣服 以及我們這邊的一個非常漂亮的別墅區 我們那邊還有一群白露飛回來的片區 現在這隻就是243方的一個交流標準 這個面積段就是包底下一層就是四層 我們入戶就是二樓 總價去到430萬起步 這個就是2673呎 包括你們現在看到的地板專鋪 包括你們現在看到的地板專鋪 天花吊 包括你們的中央空調 全部都是在數 除房這邊的一個推拉門也有 還有美的的一個抽油煙機 還有一個圍頭 做頭都是有的 今天為大家介紹了6800某露湖15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適合來的一個地方 養房是65萬起 別墅的話是236萬起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聯繫我們吧 謝謝 謝謝 謝謝